安妮老师教学了这么久 有同学反应错过你的个展之后 都看不到你的画作 所以我今天帮同学 请安妮老师介绍几幅画作 那我们今天呢 就先来看一幅我2021年创作的作品 就是这一幅 这一幅大家应该不会意外 主题植物是空气凤梨 我画这么多植物里面 我还蛮钟情的一类植物 为什么是空气凤梨呢 因为其实它不是地生的 它是属于附生植物 它是附生在雨林的树上面 它是属于蜻蜓凤梨这一树的 好 叫做Achmia 假设要念的话是这个发音 很多人都会问说 诶 可是这个植物 它本人是有多大 本人是一个很蛮大株的植物 大概半个我这么大 附生在树上 因为干净到亚马逊雨林的时候呢 河的水位会下降 所以离树灌层就会更远 对于我们观察者来讲的话 其实会更不容易 因为距离就更远 然后那个阳角会更大 所以要好好地观察它并不容易 那其实这一树空气凤梨在亚马逊雨林 假设是在健康的森林地区的话 它并不少见 它不是很稀有 即便是有人居住的地方树灌层上面 都会啃得到它 还蛮常见的一树空气凤梨 我想大家也许有人知道 空气凤梨的生长状况某种程度有点像是一个森林健康程度的指标 当它的繁衍生长产生了阻碍之后呢 其实就代表说这一个森林区域呢 可能不是那么的健康 那不是那么的健康 代表它的生物多样性 其实某种程度在下降当中 那它是雨林树灌层里面 还算蛮显著跟中流砥柱的一类植物 这一幅2021年的作品 做完之后 在2022年就被入选 Archess Botanical Art Show的年展里面 那跟着它同一系列的作品呢 就得到当年度 Silver Guild Medal 类金奖 所以它是其中一幅 那这一幅看起来应该是英国的评审里面非常喜欢的一幅 当我寄过去的时候 它就立刻被选为那一年网页的Banner 这是会一直跑一直跑的其中那一幅的作品 当年度我也有被伦敦的一家杂志社 因为我参加那一个展 所以会有那个杂志社的专访 在专访里面呢 放置的图也是这一张作品 代表它可能还蛮吸人眼球的 我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呢 在这一幅画里面有了一个我过去比较少做的事情 就是它的构图方式有一些的改变 我大部分植物学艺术的构图都是属于封闭式的构图 植物所有的部位都在这个画面里面 那这个是属于开放式构图 开放式构图就是我有一些未尽之处 就是有一些故意没有画完的地方 然后让看的人呢 就觉得好像有一个想象力 可以去想象说它延伸出去是什么样子 因为我觉得它这么雄壮威武的植物 如果被限制在这样子大小的作品之里面 我觉得有点委屈 所以我故意把它做成开放式构图 有一些未尽之处呢 留给观赏者去想象 感觉像撑大了 有它的一个延伸 能够彰显出它的巨大跟雄伟 因为巨大跟雄伟以及它姿态之美呢 是我看到它的第一印象 我希望这个感觉不要经过 艺术创作之后被抹灭掉 于是我透过构图的方式 保留当时我看到它最直接 最直觉震撼的感觉 是这个样子的 那那个时候呢 还有一个很震撼的感觉 它是一株很健康的空气凤梨 所以它的叶子其实非常繁茂 当阳光洒下来的时候 有一些会穿透树叶 撒在它身上的那个光影的程度 其实不一致 以便造成说 它的整株的绿色 所呈现出来的绿 不是完全相同的 可以看到我在这一株里面 所用到的绿色非常的多 有偏黄的到偏蓝的 这一整个绿色的光谱 我几乎都有用上 可是呢 看起来是协调的 这就是艺术家在捕捉光影 所造成的结果 这是在美术上面的一个呈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自然中的植株 跟我们原意里面的植株 我觉得有一种不同 原意里面的植株 如果它有一些不完美的地方 譬如说枯掉啦 破掉啦 这些呢 看起来就会有点刺眼 可是在自然的环境底下呢 即便是枯掉的部分 破损的部分 甚至有一些污泥啊 不是它原来最茂盛的样子 也一点都不违和 甚至能够增加它的自然感 生实感 所以呢 我也非常喜欢去呈现它 在这底下 叶子是枯萎的 因为它会新陈代谢嘛 在画这些枯萎掉的叶片的时候呢 感受会跟在上面画绿色叶片的时候 有不一样 有更多的触动 当我在掌握黄色到棕色 这中间的变化 那个时候的我是非常的敏锐 也非常的专心 即便我是第一次去处理 这一些枯掉的部分 一次就上手 处理的很好 感觉有如神柱 然后呢 还有它破损的部分 我觉得我也处理的蛮好的 所以呢 有来看我的各展的观赏者 跟我反馈说 你这边好像听到这个风吹过来 吹动这些枯叶 所发出的沙沙的声响 那我听到这样子的评语之后呢 我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但是我听过 我最喜欢的评语 我真的非常感动 我觉得那位观赏者 他也用他的心跟我的作品 以及跟我 真的是搭起了交流的桥梁 这个交流是非常的直接的 非常感动的 英语老师常常画一些 我们平常看不到的植物 那想问他的花 本来就是这样垂着的吗 还是他是枯冷的呢 空气凤梨他的花 还是很新鲜的时候呢 他其实这一只花梗 很像那个晴天柱一样 这样 长上去的 然后在下面这一段呢 是他的花鱷 他的花鱷呢 其实是叶片的变形 然后演化出有鲜艳的颜色 然后以便吸引蜂鸟啊等等 能够看这些鲜艳的颜色 能够过来传粉 他其实真正的花在这里面 每一个小小的 这才是他真正的花 这个花梗新鲜的时候 是这样 嗚 这样子 可是当我看到他 观察到他的时候呢 可能已经是开花一段时间了 所以他已经是往下垂 那这样子的形态呢 在森林里面其实并不少见 看他这样子垂下来 尤其是这一个品种的蜻蜓凤梨 不免俗的 同学一定都很好奇说 Annie老师画这一幅画 大概要画多久的时间啊 哦 大概这一个大小尺寸的作品呢 day and night day and night 每天这样画 每天这样画 大概画了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 因为我毕竟是一个 fulltime的artist 所以我创作的时间 可能会比各位多啦 所以duration来讲 是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可是时数加起来的话 可能会蛮多的 Annie老师也持续一直在画画 近几年来 绘画的功夫也一直在紧紧 我不确定 那如果以你现在的角度来看 你觉得有没有什么 你会再去做改进 或者是它更好的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问到这个问题 其实是很深刻的 它一直都是我内心在探索答案的一个疑问 就是我跟我的作品之间的关系 我可能在不同的影片里面 或者在不同的演讲里面 其实都有说到这个问题 当我从无到有把它展现出来的时候 这一个作品 它跟我的关系 又会是什么样子 身为一个全职的艺术家 这件事情我探索了很久 跟自己的内在 聆听自己内在的声音很久 我必须说实话 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好的答案 艺术作品本身它被创作出来 照道理它已经有一个它独立的人格 我认为我认为它有它的精神 有它的灵魂 因为它捕捉了当下植物它的特质 以及当下我创作的热忱 或者是热情 或者是动能 或者是冲动 可是你知道吗 人的状态瞬间都在变化 你永远永远无法回到那一刻 去想象说 如果时光倒流 我还能够怎么样去做 其实这一个假设性的问题 没有一个回答的基础 你不可能有一个对等同样的状况 去让你回到那个时候 去考虑跟那个时候完全相同的变因 或者是变数变量等等的 然后去回答说 我哪一件事情做了调整 我可以做得更好 这个问题其实无法回答 这个问题没有回答的基础 所以呢 我会把这一个问题搁置 也许我不晓得什么时候 能够去回答到这个问题 但我觉得此时此刻的我 并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当一个艺术作品被我创作出来之后 它其实就与我某种程度 是有一个割裂性的 就是我不拥有它 我可能在版权 著作权上面拥有 但是在精神或者是能量上面 其实我并不拥有它 它捕捉当时的精神 有它生成的背景 有它生成的因果等等的 这些都是无法复制 我也无法控制的 就是你问了一个 很口语的问题 结果我用了一个 很难的方式来回答 真是不好意思 不会啦 我也总结出来了 就是同学如果画完一幅画之后 就不用再纠结 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是欸 因为纠结不来 你没有纠结的基础 就是享受当下画画的那个开心 那个创作的感觉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咯 嗯 好哦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 看到英宁老师的话 那未来也请老师 多多介绍给伏她的作品 给大家看哦 好哦 谢谢 拜拜